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啊啊实验室 今天我们开一个大北沙 就是它 但是倒的时候盒子就会比较脏了 我就把它给拿掉了 就剩下里面这个 把它搭开 就是这样一句吧 看这个 盒子那种方便 它是很罚气的 就它了 看一下 头部 这个嘴是可以张盒子 然后这个尾部 可以甩动的 可以动的 它底部 就这个 下面有轮子 可以转的 三级电池 然后一个开关 这里面有个喇叭 可以放音乐的 这个 这个应该是它的三个旗 看一下 这边有个位置 这一个位置 这一个位置 给它唱上去 它这个三个旗的位置 有三个灯 这样张盒子的时候 会发亮 估计应该还是蛮漂亮的 那头部 这个位置 还有个灯 这个灯的话 它好像是那个投影灯 下面我们把这个电池给装上去 因为我为了省钱 所以没买电池 用自备 装了去了 按这个卖家介绍的时候 它这个它是能够自动识别的 是有障碍物 它会自动的躲避躲避躲避 我们先把它打开 有了 哦 这个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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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尾巴还有两个轮 完了好 镜头累积一点 下面呢 看到没有 我给它做一个背墙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这个反应能力 是不是很智能 打开 哇 弯子 特有 是不是很智能吧 你看一个圈儿一样 先打 后打 哎 打 打 打后背叉得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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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灯光暗了啊 我们再打开 它这个灯哈没有 非常的绚丽啊 带各种色彩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前面这个 头影子 看一下 它是蛮清晰的啊 是一只奔跑的老虎 不得不感叹现在科技真的进步很大 我们小的时候这种东西不可能出现了 真的太智能了 今天这个大白叉就测试到这了 希望的朋友们记得关注一下 好 好